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唯獨耶穌是我信心 我所講論就是耶穌 永遠去其耶穌基督 我所仰望就是耶稣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一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指望 唯独耶稣 是我救助 顶十字架 替我设身 流出宝宣 赎我罪欠 救我灵魂 处死入身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一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指望 唯独耶稣 是我成神 一切无悔 暴雪悉情 降下胜利 充满我心 使我的心 日日更新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唯独耶稣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穿揚 救我一我 是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指望 唯独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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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耶稣 我心赞美 我口传扬 救我遗忘 使我成神 荣耀之主 再来之往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 又是美好的一天 早晨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敬拜你 全能的上帝 主啊我们拥抱你 主啊有了你 我们胜得万有 主啊我们感恩 主啊每一个日子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都是得胜的 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的经文在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一到十三节 一到十三节 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 他说 弟兄们我们不愿意 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里经过 都在云里 海里受了喜 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第五节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 好 弟兄们先读到这边 这里保罗讲到 引用了出埃及的 这个属灵的比喻 都我们经过了 我们的祖宗就是 以色列人都从云下经过 因为神用火柱云柱引导 他们从海里经过 我们都知道他们经过了红海 所以在海里受喜 都归了摩西 也就是被摩西带领 他们一起走向 流乃云密之地 然后他们也一样经历了 很操然的供应 神从天上降下马拿 这叫零食 也喝零水 那神摩西击把磐石 那水就流出来 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水 那是神机的水 所以摩西把解释是 零的水 零水 那所以呢 意思就是 以色列人是经历了 这一些人 全部都一样经验了 神的大能大恩 而且经历了这些超然 也经过了云里海里 都受了喜 的归入了摩西的 就对基督徒来讲一样 我们都信了耶稣 我们后来都受喜 而且我们都经历过 属灵的一些美好 美好 但是 他说了第五节 虽然有这些 美好的属灵的经验 也都有过了这些 所谓的宗教的经历 但是 他们中间多半是 神不喜欢的人 他说多半是 他们什么喜欢的人 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要作为 我们的见解 保罗在这里提了 用以色列人的一个例子 他说他们的结局 他们的后来发生的事 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读圣经最宝贵的就是 我们要看到 有些人人生为什么成功 有些人为什么失败 有些人为什么神喜欢他 有些人神为什么不喜欢他 圣经里面你们看到 有些人神喜爱 有些人神不喜欢 有些人为什么 一生这是败坏 为什么有些人却蒙福 有些人人生充满了 荆棘道路弯曲 好像有什么挡在他前面一样 保罗说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譬如扫罗跟大卫 就是最好的例子 两个人只在摆 他们一生摆在我们前面 两个人都一样作王 可是两个人却有一个 完全不同的结局 弟兄姊妹 你希望有大卫的结局呢 还是希望有扫罗的结局呢 圣经写在那边 保罗说 这些人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聪明的人就要从有前车之见 前面走走走的人 蹦掉下去了 你就知道 要小心了 那有一个坑 有些人就是不聪明的人 就是前面走的人 掉到坑里面 他还是继续也掉在坑里面 明明就看到前面的掉在坑里面 他要成为你的见解 你就知道那里会有一个大洞 要小心点到那边 你要转个弯 千万不要照着他的脚步走 你照着他的脚步走 就会掉到那个坑里面 弟兄姊妹 我们人生很多基督徒 就是没有眼睛 没有属灵的看见 明明就看到 前面就有一个大洞 你这样走下去 人生就会掉下去 但是他就是 好像 没看见 没智慧 基督徒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这样的愚昧的人 所以圣经说 我们读圣经 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然后你看到 这个人走 人生这么有美好的结局 那我就跟着他的脚踪走 我就知道 人生会这样走 就会越来越好 一样的 你如果想象 如果你想跟大卫 跟扫罗一样 人生这么悲惨 你就照着他走 你照着扫罗这样走 你人生就会这么悲惨 可是你如果照着 大卫这个走法 你人生就会这么的美好 而且子孙也会这么美好 所以大卫就是我们的榜样 同样走他的路 我们就会有美好的结果 这叫做见解 那我们就要了解 那为什么扫罗做了什么 会变成这种结局 大卫做了什么 会变成什么结局 那我们就好好的学习 圣经就是这样 那今天保罗 就是用以色列人 旷野这段的经历 这段经历 给我们来警戒我们 他说你们看看 这些人都一样 所以他说 警戒这犹太人 不要说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裔 我们都跟着摩西出了 出了埃及了 是 都出了埃及 也吃过灵盘石 也吃过灵水 吃过灵食 也受洗了 但是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 你不要以为受洗了以后就上帝 你不要以为来做做礼拜 你不要以为参加小组 不要以为有食欲奉献 那就是神喜欢的 以色列这些都有啊 都做完了 可是圣经说 他们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点 在公司里面 老板不喜欢的人 那你在公司就一定很难熬 你就是一个没有未来 在这个公司没有未来的人 我再讲一遍 在公司里面 如果是神不喜欢的人 神不喜欢 你公司老板不喜欢的人 那你在公司一定是很难过 那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 你在这个公司是没有未来 一样的 人生里面 如果是神不喜欢的人 他的人生一定是很难过 那也是他人生是没有未来的人生 所以在这里保罗讲到 神不喜欢的人 我们要把这些人 作为我们的见解 不要做一个神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人 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 有很多神喜欢的人 摩西看到没有 神说摩西是我面对面 所认识的人 当别人攻击摩西的时候 神替摩西战利 对亚伦跟米利安说 你怎么敢毁谤我的朋友 摩西是我面对面说话的人 你们怎么敢去碰他 哇 弟兄姊妹 一个神喜欢的人 是上帝为你defense 上帝为你辩护 上帝为你征战 为你征战 没有人可以攻击摩西 你知道吗 没有人可以写 亚伦 神说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 所以亚伦可以跟神讨价还价 五十个 四十个 三十个 一个神的好朋友 上帝都说 你说的算 你说的算 你说五十个 你说四十个 说三十个 你看 多神了 神喜欢的就是这样 还有但一里 大蒙眷爱的人 大蒙眷爱 听众你姊妹 今天让我们读这段圣经 我们要做一个神喜欢的人 不要做那个神不喜欢的人 会不会我们当中有些人 今天你读到这一段 真的要回到神面前 神啊 在公司里面 你捷径所有的 就是希望老板喜欢你嘛 对不对 你希望被老板欣赏 希望被上司欣赏 做基督徒啊 你人生 其实不是比你在公司 更渴望要上帝的喜欢吗 要上帝的欣赏吗 基督徒我觉得很奇怪呢 基督徒都懂得 在地上 大家都懂得 让老板喜欢 你基督徒怎么不会努力 让上帝喜欢你 在公司老板喜欢你 你是多好呢 在公司老板喜欢你 你是在公司里面 你可以活得多愉快呢 多有发展呢 多有未来呢 人生里面 如果神喜欢你是 多么好的事情呢 像我刚才讲的 亚伯拉罕摩西 但以理 上帝说大蒙眷 连但以理祷告 神就迅速 派天使迅速的就来了 这就是跟神好关系好 所以让我们 将神祷告主啊 让我成为你喜欢的人 我怎么样劫力 在公司 我怎么劫力 让我的老板喜欢 我在神的里面 我一定要在 在树林里面 竭力让我的神喜欢我 我要成为神 喜欢的人 所以保罗接着下去 挤了以色列人 五个 神不喜欢的事 因为这五个 是不喜欢的事 就变成不喜欢 不喜欢的人 不是这个人的原因 是你做了什么 让神不喜欢吗 是吧 不是因为你是这个人 上帝不会 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讨厌我不喜欢 是因为你做的事 你做的事 让老板喜欢不喜欢 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看 神不喜欢 下面有五样 第一样呢 在第六节 第六节 他说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贪恋一样 所以第一个就是贪恋恶事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 起了贪欲的心 你知道吗 贪欲 贪欲什么 贪欲这个世界 贪欲世界 有些基督徒 正像以色列人一样 出了埃及 心却没有出了埃及 频频的回来 觉得这世界仍然那么可爱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可是就觉得 玛纳淡了无味 觉得这个什么 这个白水太淡了 要喝可乐才够 当一个人对属神的事 失去信心 对属天的事 失去渴慕 爱心下滑 基督不再是我们的满足很宝贵 神的话跟祷告 失去了吸引力 反而变得沉重乏味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我们的眼目就会开始回望世界 我们的心就会跟着世界而去 我们就会越来越觉得 玛纳属灵的事 拔位单调 而埃及的算冲 就越来越吸引力 弟兄姊妹 这叫做成为上帝不喜欢 因为贪恋饿死 贪恋饿死 你觉得属灵的事 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越来越单调 埃及的算冲越来越吸引力 会不会 弟兄姊妹 你信了耶稣以后 但是救了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 埃及的算冲越来越好 越来越吸引力 越来越香 越来越渴望 你一直想着埃及那个肉锅 你一直想着埃及那个西瓜韭菜 你的心思越来越来越没有 没有玛纳 没有 没有 吸引力 上帝的统战 会不会我们当中 已经有这样的光景 对属灵的事 不感兴趣 读圣经 祷告 非常的把揮 很勉强 读圣经 呼噜噜噜噜的翻过去 我们读这个祷告 哎呀 参加了二世纪 怎么十五分钟这么长 这个RPG 又来了RPG 小组也没有什么意思 哎呀 晚上有这么多的事 哎呀 今天能够不去小组 算算就不用去了 一次没去 两次没去 三次 慢慢就不用去了 反正小组有什么意思呢 反正小组就是这个样子 小心我们要落入 以色列人的光景 埃及的蒜越来越香 埃及的葱 越来越好 越是我们想念的 想望的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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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购啊 上网逛啊 这个 这个 哇 这个现在的流行啊 哇 这件衣服 好好看哦 哎呀 这些车子 这种新车 又有什么功能啊 哎呀 是个3C产品 哎呀 又有什么的 又有这个东西 哎呀 家里面 这个要多再买一个布置 今天我要去去IKEA 哎呀 我们就是要在我们家 这个再多买 就少了一个家具 我要去逛逛 IKEA 能够看 逛IKEA 哇 这个礼拜去逛 哎呀 不够 下个礼拜 又想去吧 再去逛 IKEA永远逛不完 Costco 一个礼拜去 一天不够 以后要去两天 要去两次 然后上网 哎呀 这个衣服 这个更便宜 哎呀 那个又有新的款式出来了 新的款式 哎呀 我们的家 就需要在一个布置什么 哎呀 我们的孩子 哎呀 这个 这个 又要买什么东西 哎呀 这个 暑假到了 孩子 我一定要带他们去旅行 他们已经好久 我们要去哪里玩 赶快上网 我们来搜寻 哪一个是最便宜 哪一个最好 哪一个CP值最高 哪一个最好 哎呀 怎么订机票 哇 花了好大的力气 去规划一个全家旅游 我不是说不够 可是在属灵的是 越来越没有兴趣 小组说 我们要 我们下个礼拜 下个 我们要有一次的福音 这个外展 我们要福音的郊游 你有没有空 哎呀 最近很忙 都没空 没空什么 因为去 IKEA去了三次 Costco去了三次 然后呢 这个上网 又上了五天 怎么会没空 怎么会有时间呢 这些都有时间 可是呢 小组呢 我们传统没有时间 没有兴趣 弟兄姊妹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这是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的 以色列人第一次吃马 那很兴奋啊 对不对 在西南山看到上帝的 上帝降临 多么的震撼 可是久了以后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 慢慢对属灵的事 没有兴趣 对世界的事 埃及的事 越来越有吸引力 满脑子 越来越被这些占据 弟兄姊妹 会不会这些 越来越占据 我不是说 我们不要做股票 是我们要有 智慧的理财 但是会不会 你所有的薪资 都在做股票 都在金融 都在里面 花了太多的力量 你投资在这个世界 这个贪恋 恶事 贪恋这个世界 你所有的 想的 赚的 要的 努力的 经营的 投资的 都是世界 在属灵里面 越来越少 而且越来越觉得乏味 问题就在这里 你会觉得 越来越乏味 越来是可有可无 后来到了主日崇拜 也是一样啊 我们现在线上 刚刚开始 第一次线上 会觉得怪怪的 慢慢就两天 线上 哎呀 在线上多么方便呢 不用出门啊 太阳那么大 我干嘛 花那么多力气 跑到教堂去 反正在这里 不是一样啊 弟兄姊妹 有一样吗 你的孩子说 妈 我们反正 现在都已经在线上了 我们就在线上里面 见见面就好了 你跟你的孙子 你的孙子说 阿嬷 这样可以吗 以前是不得已 现在可以了 你还是已经 哎呀 阿嬷 反正我们在 荧幕上有看到就好了 亲你 在荧幕上 亲看脸上 有亲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只要鼓励你 属灵的世界 会慢慢霸占 会让我们 越来越远离神 越来越没有了 线上会让我们的心冷淡 你知道吗 连牧师都经不起 一直都在线上崇拜 我知道 在线上的敬拜 跟你在家里面 你这二十几分钟 真的在线上 你会大声的 跟在教会一样 来敬拜赞美吗 你在你家里面赞美的时候 你有举手举几次 在教会里面 你拍手拍得多有镜 你在家里敬拜的时候 你会这样的拍手吗 很难呢 是不是 因为姊妹 这就是贪恋事 这慢慢就会成为 神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人 做父母的 你的孩子 一个孩子 一定会到家里来看你 故地一定会来 而且很喜欢 跟你在一起 一个孩子跟着 妈不用了 我们最近比较忙 我们在电话打打就好了 现在视讯很方便 听到姊妹 这两个孩子 你觉得你会喜欢哪个孩子 你自己将心比心 是不是 你就知道在线上的 有点是勉强 有点是应付 是应付 对应付 你的孩子跟你一样 就是这样应付 会不会我们对神 也慢慢变成应付 主日崇拜 基督主一定要做主日崇拜 那只好在线上 在线上就慢慢缩水了 线上太容易缩水了 掐头掐尾 前面唱歌 晚一点 到一点 报告的时候 就上厕所 反正在报告 有听没听 有什么关系 做见证 还不是都一样 听多了 这个见证没听 信息 信息 信息听完就关了 等一下回应唱诗祷告 不用了 听完了 不用在后面的回应祷告 回应祷告有什么用 我已经听完了 会不会是这样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线上就越来越缩水 越来越缩水 你追剧的时候 有这样的缩水吗 你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 而且怎么样 非常的渴望 等着什么还没有来 什么还没有赶快来 你对主日崇拜 对神有这么的渴望吗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这是以色列人成为神不喜欢的第一个原因 他们以属灵的事拔位单调 想念埃及跟世界的欢乐 我再讲一遍 我觉得这是一切的根本原因 以色列人成为神不喜欢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属灵衰退衰败 远离神成为神不喜欢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以属灵的事越来越乏味单调 我们越来越想念埃及世界的欢乐 第二个神不喜欢的是在第七节 叫拜偶像 第三个叫做第八节叫行坚硬 第四个在第九节试探主 那第五个就是试探神 他们这个叫做发愿言 第十节说你们不要发愿言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牧师就不再讲这 但最重要的是刚才在讲了一个 求主自己恩待我们 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神不喜欢的人 而不是一天变成这样 你知道我们的心慢慢就会变成这样 而这五样事情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 让我们的人生走到结局就变成了 最后变成一种状态 神不喜欢的人 我们相反的 我们要成为神喜欢的面对面的朋友 神对亚伯罗汉说他是我的朋友 神对摩西说 他是我面对面讲话的人 神对但一几次在但一里说 大蒙倦爱的人 祝福我们第二次美 让我们成为上帝喜欢的人 大蒙倦爱的人 我们人生就会有好结局 那以色列人保罗说 你们不要像他们 这些要成为我们的见记 像他们这样 他们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神不喜欢的人 最后他的命运就是倒闭 这不是神的定义 这不是神把他们埃及救出来的目的 神救他们出来埃及 神爱他们 神用最大的生气 大能供应他们 保护他们 神愿意祝福他们 盼望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 不要到后来我们人生的结局 就是倒闭在旷野 上帝谢谢你 今天保罗说 这要成为我们的见解 免得我们离开了上帝 愿上帝伸的手在我们的当中 祝福弟兄姊妹 让我们越过越蒙恩 越过越成为 守在神喜悦的路上 让我们人生跟但一里一样 都有好结局 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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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